哈喽,我是卡罗斯 今天是七月七号儿童节 可是像我这样的老环童 今天也没有什么节目呢 这样的疫情还是大家想 先看我老婆昨天晚上 有没有喂我 准备好早餐 好,去看看有没有面包吃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老婆买了一台新的面包机吗 其实是她让我买给她的 她说老公现在 我们不经常上街 应该买一台面包机 让我们在家里做面包吃 那确实开始几天 我吃过很好吃的面包的 但是今天早上 我受不到有面包的味道 为什么呢 假如她昨天晚上定时 应该现在有面包吃了 看看吧 我什么机器都懂搞 但是这个机器 对我来说很陌生 我从来没用过 怎么开的 没有啊 粉应该是菜好了 但是好像没有开始吧 那肯定我现在按开始 也有等四个小时 那怎么办 还是要等她起来 才要早餐吃吧 啊 早几天我老婆弄这个面包的时候 她有拍下一些视频的 我们来看看吧 对了对了 我现在在找我老婆的恋处啊 找到了 我老婆叫Forens 她的猫猫 哎对啊 就是这些 就是她上与上售后 几天前做的面包 蛮好吃的 新鲜吃的时候很松软的 但是她后面有个视频呢 是录这个面包机在拆粉的过程的 哎 这就是她刚买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面团呢 放在里面 适用的时间 你看到 这个面团在菜 好像有生命的 嗯 说白有一点红布 对不对 他说她把一些葡萄干放在里面呢 一起在菜一起在搅拌 这个应该是最后的阶段吧 你看她 菜的那么慢 她已经成形了 这一团面粉做好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切开就是这样的 哎但是甭说了 今天没有得吃 我要自己弄个早餐 可能吃个方便面吧 好了今天还是大家在家 待会只有再想一想 改变什么歌曲啊 怎么样改变 怎么样填词吧 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关注点赞 以及转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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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